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有人提过这个设想 而且还是一个日本人主动提出来的 就是南乡三郎 除陈老总接见南乡三郎 那是在1956年12月17日的中日贸易协商交流会上 毛主席和陈云等人与日本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举行会晤 在会议最后 南乡三郎郑重地为日本曾经的侵略罪行道歉 说 日本过去曾侵略了中国 这实在是对不住了 如果将来日本能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就好了 先不说这句话的背后有没有利益推动 亦或是为了缓和中日关系而做出的吹捧 至少能讲出这样一句话 足以证明日本还是有不少有破例 有胸怀的人 下面咱就来看看是怎样的一种机缘巧合 让难 乡三郎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众所周知 中日正式建交 是在1972年田中角融访华之际 但事实上 早在1952年6月 也就是美国人刚刚宣布撤出日本本土 中日之间 非官方的贸易往来就已经出现了 当然 为了在美国人那里避嫌 这些贸易被冠以民间经济互助的名义 直到1954年12月 新任首相鸠山伊朗上台 中日贸易交往 才终于迎来了高潮 鸠山伊朗咱们前面做过介绍 他在任期内 积极推动日苏关系 友好发展 为扣押在苏联的日本战俘 能够回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实 他可不仅仅推动了日苏友好 还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深入交流 为此 中国还积极出台了 民间先行 以民促关的经济贸易指导性方针 把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上升到了半官方的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才出现了南乡三郎访华的一幕 看到这儿 可能就有人着急了毛主席听完 这段话后 是如何回答的呢 换作男常人的话 听到这段话 估计就会自我感觉高高在上的 恨不得来一句爱情评深 但其实呢 这个问题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如果你点头 那就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毕竟现在两国是平等友好的关系 如果你摇头 人家还有前面半句话等着你呢 总不能说日门西略中国是没有罪的吧 所以 怎么来回应这段话 确实很好验人的智慧 那么 毛主席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告诉南乡三郎 问题不是这么看的 以前日本侵略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如果没有这份民族危机感 受压迫已久的中国人民未必会醒悟 未必会团结 那么 我们到现在可能还在山上 不能到北京来看京剧 这就是典型的主席式的语言 把辩证为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方法论 充分结合到现实中 既承认了历史 又解释了历史 既接受了道歉 又给了对方 一个合适的台阶下 当然 后来这句话 也被一些小人故意曲解 在这儿就不讨论了 也不值得讨论 后来 毛主席还不止一次提起过这件事 对于让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这样的说法 也给出过明确的态度 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中国人向来讲究的就是和平共处 绝不搞霸权主义 这一点跟美国截然不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唱� Fighting 일본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阶